大家好 这节课给大家讲解小公主笔记发布的一个全流程 那么咱们的素材已经做好 找好也做好了 然后咱们的那个商品也上讲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要要发布笔记 然后挂上这个商品 然后整个流程是怎么做呢 接下来给大家去试操 那么笔记的组成部分分为三个部分啊 第一个封面 第一个标题 第三个话题 还有咱们的发布时间 这四条咱们做完整之后 咱们的笔记才会比较优质 才能拿到更多的一个流量 才有机会去爆发 去爆赞 那么接下来就是拿我们的一个账号啊 一个账号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这样这个账号是开过电的 是一号一店的一个小红数账号 咱们发布笔记的话 咱们是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看一下 最下方有一个加号 咱们点击加号 咱们不管是视频还是图文啊 咱们比如说拿图文 图文为例吧 拿图文咱们选好 咱们做的基本上是几张图片啊 咱们选好图文就图文嘛 如果是视频的话 你都只是选择视频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选一个音乐 如果你的模板里面有音乐你都不用选 那么你可以选个音乐啊 你看这个也可以 那咱们就选这个音乐了啊 然后接着下一步 下一步啊 不过再返回一下啊 如果你的你的素材啊 你的说发的素材 不管是图文还是视频 如果你在提前在简映里面编辑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用编辑的 因为小红数本身也有一个编辑功能 它可以加文字呀 它可以视频模板 你看这个都有 它本身也有一个简映的功能 但是整体上的功能是没有简映那么强大 如果是咱们后续的话 咱们那个做的相对比较多 电也比较多的情况下 咱们还尽量用简映啊 那么开始的话 你也可以用小红数自带的这种模板呀 这种类似简映的功能去做也可以 你比如说把图片美化一下 这都可以啊 图片美化一下 嗯 你看调节啊 可以对比度呀 色温呢 各方面都可以啊 好 滤镜啊 美颜啊 都有啊 都有的 那这里面我就我就不做了 到时候由咱们剪辑那堂课会详细给大家讲是怎么样去做一个美化呀 处理呀 那这个图片已经加完了 咱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标题 做一个标题 对吧 那个图片这一栏再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图 封面的一个选择 这个封面非常重要 先给大家讲封面吧 重新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样咱们点击加号 点击加号咱们把之前已经建计好的一个视频啊 直接加进去 然后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他视频咱们提前剪辑好的肯定有音乐 所以咱们不用管啊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其实是要加一些 嗯 到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 如果是视频形式的话 视频一定是要加封面的 大家听好 视频一定要加封面的 如果图文的话 咱们第一张图就代表封面 所以这样是一个区别的 那么视频的封面非常重要 它的视角要独特一点 能吸引人 咱们最终的一个 有一个出发点 就是我要吸引点击你的视频的 的数据才会好 那么 比如说我觉得我要展示一个衣服 对不对 那我首先这个衣服 这个封面 我觉得挺 还可以啊 整体都能展现出来 那么这个可以点击下一步 那么封面有了 那封面啊 我是不是封面上加一些文案会比较好 一刀钩子文案 比如这个地方 我可以加个文字 你比如说是 在大家认知当中 这个应该买六七十块钱 或者是八九十是比较可以的 那么我说 今日他讲 春日上星季 比如说我 我把它标个四十九 是不是这样很吸引人呢 对不对 就是类似这种都可以 也可以是价格 也可以是钩子 你说天呐 这个衣服又降价了 怎么那么做 都可以了啊 这个标题 这个文案 我们完成 这个封面已经做成了 对不对 封面做成之后啊 第一个步是标题 标题的文案 必须有钩子啊 因为标题特别重要 必须有钩子 什么叫钩子啊 给大家去 展示一个啊 那么这个模板 其实咱们所有的学员都有 都会放 放到咱们那个学员群里面 这个模板 比如说各种钩子 不可思议的钳制 好处会理想状态 什么 三分钟收了一百万 那五分钟就能写出来一条文案 太神奇了 太炸了 用了这三招 小店也几番十倍 当然咱们日常之前讲过了 咱们在对标账号里面 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文案 但是 但是我们因为做的店铺比较多 案例也比较多 我们把我们平时找的各种文案都分门别类的 已经统计在这个表格里面了 当时学员去看就可以了啊 这是标题 那么文案 咱们直接照抄都可以了 照抄 然后做一下微改都可以啊 重点的还有另外一条 就是话题 话题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在精准的基础上越多越好啊 在精准的 啊 越全越好 越多越好 因为越多 你拿到的流量越多 咱们可以多点一下 因为小红书个抖音必要 抖音最多添加五个话题 小红书目前可以插 可以那个添很多 然后最长多少 我没有试过 但是我 添加十几个 一个十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乱添加 比如说你是卖一个童装的 你去添加一个女装这个都不合适了 反而 可能会让你的流量精准啊 能带动更多的一个流量 话题的话 大家很简单啊 直接点话题都行了 当然你的文案里面 如果有 或者是你的类目 如果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那个标签类的 他会 他这个话题会自动给你做一下这个类目 当中的一些推荐 比如说视频 我的项链呢 对不对 珍珠呀 但这是个童装啊 所以他没有试别啊 所以咱们不要再按这个来啊 你要按照你自己的产品去找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都有 他会自动会谈出来一下 你觉得对给你这个产品是匹配的 那你就选上去用就可以了 那么第最后一部分啊 那么这个文案 包括这个话题咱们做完了之后咱们要干嘛 刚才可能这个界面是没有展示出来了 就话题的话 大家按我刚才说的 在精准的基础上能越多越好 越多的流量越高啊 能带动更多流量 那么下一步咱们该关联商品了 关联商品就是你什么样的笔记 他背后对应哪个商品就关联哪个 这个不能错 依对应的 比如说咱们是这个衣服 那么咱们就关联这个衣服嘛 但这里面一个小技巧 咱们尽量选 则哪个价格最低的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 咱们的商商品尽量选主图的那个颜色 对咱们是咱们sq尽量选主图那个颜色 比方这个主图是橘色 咱们就选橘色 为什么呢 因为主图的点击率是最高的啊 这样也能增加咱们哪个 笔记说挂链在那个点击率 第一个选最低的一个价格 你看有60的 那么咱们选有56的 咱们选56 因为这样你的展示价格是56 会利于 比较吸引顾客去点击嘛 因为价格比较低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是添加地点的话 一般咱们卖商品不用添加地点 如果你是做 发布一下引流的视频 比如说我要做本地生活 我必须 要定位我当地的一个地点 这样让别人能搜到我觉得我是本地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需求 一般的话 我咱们是不加的 然后下一步有个高级选项 高级选项里面有一个直播预告 咱们不做直播 所以不做咱们一个定时发布 定时发布就是时间嘛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一般大家去发布笔记要分时间的 为什么分时间 因为不同的时间用户的 打开小红书的 去刷小红书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最热门的时间点去发布 他能拿到的流量大 就是他技术播放量要大 比你在冷谋的时间点发布的 拿到流量要多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咱们不能说 你看早上 我建议大家有一个发布时间 早上九点半 中午十个点左右 下午六点半左右 晚上九点半左右 如果你是发四条的情况下 这个五条和三条 就是我建议大家就前期发三到五条就可以了 每天啊 那么你不能是盯着时间 盯着时间你就发 这个不是太累了吗 咱们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做这个小红书是兼职的 那么咱们就定时 比如说你把四个 四个笔记和商品就都上完之后 都做完之后 你就等发布了 你就定时发布 大家看好 定时发布 比如说九点半 那我就选择九点半嘛 那周五的九点半 九点半 对吧 完成 完成 我就直接 定时发布就ok了 他到九点半会自动发布 不用我去盯着 说说咱们在 咱们在统一时间做完之后 然后定时发布不用管 他会到时间自动发布 就这么简单啊